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之 我是你们的Yuki姐姐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 是想给大家进行一个对比的一个小试验展示 或者是对比的一个小视频 我们这边呢是我们新拿到的一个丝绒黏土 它的名字是叫做Bonding Party 手感和我们的丝绒黏土非常相似 只不过呢它这个拉丝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相对于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Silklay呢 它是更加的偏向于像沙粒一些 同时呢还自带了一些这个坦坦那个效果 非常的棒 我们等会呢会要让它做一个小球 然后让它完全的干掉 干掉了之后呢再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这个展示 不知道它会不会有这个弹性 嗯这边呢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这个粉色的Bonding Party 然后它是干燥厚的 然后就是它定位型晾干的 嗯手感是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非常的光滑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这边 可以把它按一压 按压感觉好像不会给它进行一个这个变形 因为它本身呢是有个弹性在里面 它的弹性呢没有定型之前那么弹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的弹性在里面 这边呢是我们在上一期的这个DIY手工之作当中呢是跟大家介绍过的一个用我们的这个手工之后呢 珍珠黏土做出来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小的怪兽 是一个monster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搜索它的这个相关视频 嗯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当中带给大家来 嗯它这上面是一个珍珠黏土和一个四肉黏土的相互结合在一起 是放了大概两天左右 所以它会变得非常的坚硬 嗯里面用到的东西呢都是非常的简单 会要用呢各种各样的这个四肉黏土和珍珠黏土 然后它是相对于我们这个新拿到的bouncing party呢 它的弹性会小很多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弹性 嗯只是一个定型 但是我们这个bouncing clay呢它是做完了之后还会非常非常的弹 也非常非常的好玩 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呢 是喜欢哪一种这个四肉黏土是更加的偏向于我们这个能够定型 带着没有弹性 嗯能够塑形的这个silk clay 或者是我们这个foam clay 珍珠黏土呢还是更加喜欢我们这个bouncing party 是这种带要弹性的四肉黏土 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 如果想看到更多更好玩的视频的话呢 可以直接给我们频道一个订阅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下的赞 加一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咯 希望能够玩得开心 看得一块 拜拜